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小编我看到同种生物的罪毕图示 我就笑出了声 没想到就被老板扣了100块钱 理由是工作不饱和 更恨的是 他还要我把笑的原因给大家说一下 好 说就说 大家请他 这个物种见过没 这位披着个毛毯 瞪着一双喜洋洋般同龄大眼的光鸡大叔 仿佛很刺惊自己不是个美男子 其实这个大叔就是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海和尚 没听过 其实就是一海龟 叫龙皮龟 它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龟 能长到三米 它跟别的海龟不一样 它的背后没有角质的角线 只有一层葛质的皮肤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憋了 按身体比例来说 它的前肢是海龟中最长的 正好符合海和尚足梢长的记载 至于和尚嘛 龙皮龟的脑袋也确实符合这个特点 五官像不像的话 那就见仁见智吧 看 这就是让我扣公司的那个物种 这位大叔长的金黄色的毛发 留着地中海色的发型 尽管背上的翅膀转小 但竟然挡不住他想翱翔的心情 如果此时再给他一把弓箭脱腿的丘比特 那你知道这货是谁吗 这货就是美人鱼 原型叫做鲁更 你看看人家的美人鱼 你再看看它 咋的 练书屁啊 鲁更是一种生活在大海里的哺乳动物 相传 他喜欢把幼崽抱在怀里 然后露出海面喂奶 因为头上紧着海草 所以看得像女人 不过 鲁更确实是中国海兽里最像人的了 他的骑之像人的胳膊 面部像微笑的胖子 但人家乳头是挡在夜下 喂奶的时候是在水里 这货像不像小火龙 这端实的底盘 亮丽的色泽 尤其是在浓眉大眼 大风简直跟葫芦娃一毛一样啊 咦 这里还有个小耳朵 那你猜这个体型稍长 暖身火焰的物种到底是啥 没错 他就是鳄鱼 那为啥他浑身火焰呢 那是因为这条鳄鱼是安南国国王 给他复兴过既日时 各地使者进攻的异兽 火焰是进攻使者会上去的 河海凑图的作者没有见过鳄鱼嘛 于是他就将别人的口述描绘了下来 看完这些 是不是觉得脑洞瞬间被打开了呀 老板还想扣我公司 哼 我把这些东西做成视频 教大家多多点击评论转发 我老板还能不给我一个 最佳视频奉献吗 泱泱中华 地大物博 要说起国宝级动物 那就肯定是大熊猫了 但人们大多只知道大熊猫蠢萌可爱 很少有人知道 大熊猫的身上隐藏着八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么你想知道吗 关注看见地理微信公众号 回复熊猫给你好看